也是國際消息來看到的是美國二號舉行了州長跟市長的選舉 那臺灣移民的第二代的這個吳米呢 他是成為波士頓兩百年來 第一位有色主義女性市長也創下了歷史 而吳米是臺灣移民之女中文也相當的流利 她出生在伊利諾州的芝加哥 一位在哈佛大學求學 所以移居麻州波士頓 二零一三年首次當選波士頓議員 二零一六到二零八年間成為波士頓的第一位 有色選總的女議長 吳米是民主黨籍進步派 她從這導師是進步派的大將 聯邦參議員華倫 那吳米在去年九月投入了市長選戰 她是活用社群的影響力 而她的二零四零年碳中和的綠色新政 政法政策跟社會福利政法是吸引了不少的年輕選民 也深受桥社支持 是被聽到的